我自小就好動,有很多古靈精怪的想法 加入制服團隊,令我跳出原有的生活圈去認識這個世界 不斷學習和實踐,令我有機會將天馬行空的想法放在人道服務之中 成為世公之後,我發現要跟年輕人一起同行,不應該密守成規 如果我們只是將固有的方法硬斑斑套在不同人身上 就不能幫年輕人發掘他們無限的可能性 後來我成立了一個叫東青的青年小組 鼓勵青年人透過策劃不同的活動,去實踐他們心目中的人道理念 有一次我和幾個年輕人去到街頭,體驗48小時的老宿生活 我們一起去思考弱勢社群的需要,再想想怎樣可以為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 有些人會對前路感到迷惘,未找到方向 我們不單要做一盞燈,為其他人照亮前面的路 還要成為鋪電線的人,連繫不同的人一起去照亮這個世界 人道精神就是活在當下,助言起行 為防止和減輕人的疾苦,出一分力 這集是為止金正雞年會 武器 反應